宜兰北一公路在清晨5点多发生一起火烧车的意外 这火势虽然在20分钟之内扑灭了 但是景潇事后查看经营建车外有一具胶尸 胶黑的小客车烧得只剩下只驾废铁了 当时轿车就在北一公路59公里处起火 熊熊烈焰燃烧了整台车子 而景潇随后在距离现场200公尺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汽油桶 怀疑男子是自灵汽油引燃 不过死者的身份跟详细的原因 现在东海有待进一步的调查